那时候我很开心 就偷偷在台湾切了好几段 包了很多 就包行李拿回去越南做 那时候我很开心 就偷偷在台湾切了好几段 包了很多 就包行李拿回去越南做 但是种不起来 所以跟品种不同 在我们台湾又不一样 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是我错了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犯现在的法律 还有就是那时候不懂的犯这个错 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因为不懂刚来台湾的 移工新住民还有就都带了一堆东西带过来 好不容易来到台湾 在机场就被抓就过不来 所以我是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求救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我就觉得说 刚好是我自己也之前有犯过这样子的错误 三十几年前不懂 所以希望说大家不要认为就是出去别的地方工作 我们出去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出去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来到这边的路面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去找一个宣传